一個男神選舉中,我都二十歲 我怎會選擇遊學修二十四歲做我男神呢? 不會是這樣 除非另一位是很醜的很噁心的男士 不然基本上我不會選擇遊學修 我怎會選擇另一邊那個 在節目中,遊學修曾經自我介紹的時候 說自己是廢青 試問哪一個香港的女性,如果知道自己是廢青 還會選擇你是男神呢? 我一點都不覺得韓星是我心目中的男神 我一點都不喜歡韓國那些明星 我沒有什麼感覺 你說我自己是男神,我會說誰呢? 我說黃梓華 我覺得這些真的有才華 整個人內內外外,雖然我不懂他本人 但他給我的感覺是內內外 他也是一個很懂得想,很有批判性 有又搞笑,樣貌都不差的男士 我心目中的男神是黃梓華 我心目中的男神就關左耀 他也是三十幾歲 但我覺得他也是有一種外表很成熟很穩重的 上年這個節目呢 很多評論 雖然一定是負評比較多的 但其實 都多了一些工作機會 還有 我看到還有一成是 他當然不是支持我們 而是一些充滿批判性思考的評論 他看到 我們不是其他人所說的 貪錢 或者其他不好的評論 都看到一成是開心的 我覺得我們當然是專注在一些 我們覺得比較中性一點 而不是有些過分偏激的留言 就會忍耐他,沒什麼感覺 我就沒有後悔上這個節目 我就將每一處有人留言 討論這個節目的留言 我都盡量都會看的 因為我發覺看完 自己個人會清晰很多 雖然別人批評你 但你就會想起 為什麼別人要這樣批評你 那日後自己就會 知道原來 男士是對於女士有這樣的看法 盡量避免不會再做這樣的事情 劉明偉 都說了我一定不會選擇 由學修 因為她真的比較年輕 即是又嫩 還有 即是有些說話 即使我被人封傳了 我都會說 她對眼真的漂亮 我都是會選擇劉明偉 雖然當下我是最後一輪 才再轉太 我和Audrey都是 但因為始終真的看到樣子 整個外形我都比較喜歡 成熟、穩重和有自信